我就把它再畫一下 所以你們等一下我這張圖也會放上去 你們稍微看一下 基本上哪一個值是哪一個 為什麼是100億有沒有 稍微看一下 那其實考試有沒有 尤其像國際證照 考題裡面最喜歡考這種的 尤其是物件導向嘛 物件導向裡面什麼值什麼值 最後輸出什麼值 它要用你 它不是用電腦讓你上機 try 它是要用人腦 模擬電腦 模擬java 裡面裝了一個java的compiler 然後呢 就幫你 要你把什麼 結果秀出來 它有選擇題 比如說它可能好幾個答案 可能100 110 200 300 請問答案有多少 那你要選出正確的答案 類似像這樣 ok 這個是我們 內明內層的那個 就是介面的物件的施作部分 ok 那等一下我會把這個傳上去 其實其實像我怎麼傳到那個Google 其實Google Chrome有個方法 你可以直接傳上去 上就上去了 ok 好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試試看 這個是92-3的 就是內明內層類別語 這個類似和final關鍵字 進行 進行 谢谢大家